顺着直接覆掉吗?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Hustler Kessner Live官方中文战的解说员龙凤 今天给大家带来3月5号的直播集结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订阅 感谢你的支持 那么常规的周四一张常规的桌子 今天没有什么重量级嘉宾 咱们就来看看有没有发生哪些有趣的事情 先来看本期视频的第一手牌 Sunder拿到了一手AK先手加注到120 Nate有A5红桃 装卫三败做到了630 估计四败要来了 这手牌打得起来吗? Sunder的四败推出来 Nate应该是要负掉的吧 A5的话太容易被压制了 2200 Sunder再次反推了三倍 忍住啊 Nate这牌可不能接啊 接不动啊 啊 完了 上桌就看到常威在打来福啊 A5碰上一K 这几乎没胜算啊 现在只能期望着何关能描手回春了 第一次发牌 一张圈可以平分 第一次跑马 Sunder中K啊 Sunder赢 不中K 这不也赢吗 第二次 给到Nate一个卡二的顺子听牌 有二吗 发不出来 那Sunder的话 那Sunder的话 直接是拿下这个底池啊 Nate又输光了 来看这一手牌 Nate拿到了AK 先手加注到了300 Chin口带4 他这位选择跟住 好 来看牌 翻牌有A 草花有两张 Nate牌还不错 底池750 顶对顶踢 下注300 口带4竟然没走 转牌一张草花 Nate的牌力还在提升 那Sunder听牌又握在了手里啊 而Chin竟然选择了零打 这时候想去演一张二吗 打的不算太重 只打了300多 Nate只是跟住 看到Nate打的这么稳啊 Chin肯定觉得自己合牌有机会 哎呦合牌还是张钩啊 这样的话 无论是钩还是二 Nate都打不过 只要开枪应该就有机会 看Chin敢不敢打了 哎呦真猛啊 2000的Portrain打出了5000 我怎么感觉这个偷鸡可能要奏效了呀 哈哈 有勾也好有二也罢 有二转牌开那一枪也说得过去 是吧 更何况 对上的是Nick Wartucci 这个人啊 Hero Core可不多 大部分时候他都会选择盖牌 避其锋芒 果然这回也不例外 偷的漂亮啊 这手牌 来看这一手牌 Port拿到了一对五 翻前夹住做到了140 抓位的Chin A3杂色跟了下来 翻牌三五十 Port中赛 这手牌中三的Chin可能不会走啊 至少翻牌面不会走 这哥们有点意思 我觉得这哥们挺喜欢操作的 翻牌面跟住 看看转牌他会不会有动作 转牌一张二 这样的话Chin拿到一个卡顺听牌 再过 这回Chin可能是换套路了 面对对手的下注 要不要盖牌呢 这小眼睛一瞇 总感觉他好像有想法 果然又是在动什么歪心眼子 哎呦 这一手牌想去偷对手啊 可是选错时机了 后跟住 一个秒扣已经说明了 后有一手好牌 不能再顾及重拾吧 后刚才尝到了甜头 又来 完了 五圈的坡 趁直接叫了对手的欧印 偷鸡不可能每次都成功啊 尤其对手有一手强牌 指数为四啊 你有那么巧 下方谁撕了 这次 这次 连接着来往下看 这是一个多人吃了啊 七个人的底吃啊 拼运气的时候到了翻牌 五八钩 凡后 corner是中赛了 身处后卫 先开上那么一枪 底十八百 corner下注半池 古菲波是一个双头顺的听牌 这牌应该会跟的 其他人的话 甚至没人有两张草花 那这可能是个单挑了 来看转牌 一张拳 古菲波拿到了顺子 一条还算比较隐蔽的顺子 除非后面掉草花 不然的话 这手牌corner非常的麻烦 corner很有意思啊 corner在跟古菲波说 自己有一手好牌 这其实 你要是当反话来听的话 corner的意图呢 就怕对手跟不动自己的下注啊 一千六的坡 corner下注一千三 古菲波延起来了 这很有可能是个大底池啊 corner很难意识到自己落后 好 合牌 看看有没有草花或者有没有公盾 可以救corner 没有一张方块漆 古菲过牌还是打 我觉得过牌都是ok的 先打 下注半尺 corner怎么来读这个下注 如果觉得对手是什么圈钩两对 那就出大事 果然是一个加注啊 这样的话 Goofy在反推Oin的话 corner就似乎是很难拒绝了呀 今晚的第一个大底池要诞生了 别忘了啊 这是周四啊 这是一张十二十四十的桌子 一手牌要打出 这是打出多少 打出两千 打出两千个大忙了 corner真是完全没看到这条顺子 就想着对手两张草花 在破产bluff了 再来看这手牌啊 Goofy石钩 先手加注到了一百四 翻前没人做三败 一个四人持 Ronnie中五 Nate Hill后门的铜花听牌 Goofybo卡顺听牌三得中七 牌头不咋地 没人打 哎呦 哎呦 这张转牌一张八的话 哇 Ronnie拿到下顺 而Goofy是拿到了上顺 完了完了完了 有人要领啊 可能第二个大底池 紧跟着又要诞生了 Ronnie先手下注四百 Goofy返家 赶紧做大底池 赶紧做大底池啊 Ronnie也是一样啊 Ronnie又怎能想到自己有六还能落后呢 我认为 我认为Ten上 Ronnie不加注啊 都是好的呀 跟注 Ronnie还是稳了一些 合牌 啊一张十 现在Ronnie输的牌可太多了 一张单钩都打不过了 这样的话 很有可能还能给Ronnie省一点 做一个过牌跟注 没问题 Ronnie很谨慎 打多少呢 Goofy 底池三千四 这一枪 可能还是一个超尺 2500啊 黄色车马只有两颗 还好 这2500 Ronnie跟下来的话 损失不算太惨重了 这个过牌跟注确实给Ronnie省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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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这一手牌 Nate Hill一对七 拍这位加注到了110 Nick圈五草花 Goofy六九方块 全部都跟了下来 四人持 翻牌七九十两张红桃 Tor 又是这种牌啊 Tor拿到了天顺 而Nate又中赛 Nate今天已经输光了一次啊 这不会再来一次吧 这不会再来一次吧 一个check一个bet 中九的Goofy应该会跟 Goofy也是个卡顺停牌 天顺要不要加注 两张红桃的牌面啊 加注也是ok的 一千 一千几啊这是 一千三 好看Nate怎么来处理 有八的可能会加注 有两张红桃的也可能加注 第十要变大了 Nate这边只是一个平坡 好来看转牌会不会有什么转机 啊 Nate拿到葫芦 现在Tor看到攻队可能会谨慎一点了 特点上Tor还是做了常规的价值下注 那么Nate要不要加注呢 翻牌面Nate已经很慢了 这手牌 如果不加注可能也是考虑到啊 自己还是输九十的 三千 反加了一个差不多double raise 这个下注Tor似乎无法拒绝啊 这个人很有意思啊 他叫Tor 因为他个高 顺着直接负掉吗 不得不说Tor的这个嗅觉可是有点灵敏的呀 接着来往下看 Connor圈四红桃枪口位加注到120 尼克一七红桃枪口加二位跟注 翻前的open做的不大 最终这是一个五人池 好来看Lauren上桌了 哇这Lauren来了 这桌子就不一样了呀 翻牌二三五 三张红桃 啊Connor 还有Nick全部拿到天同花 不过虽然Connor有红桃四 但是A和6全都掉了出来 他已经没有了反超的机会 Nike的胜算来自于后门的葫芦 Nate打240 Connor反加到700 Nike拿着Nats 也不能叫Nats 毕竟咱们看得到 但他看不到 Nike跟住 Nate也跟下来 转排一招 转排一招四 排面单六成顺 Nate顺子到手 可是两个对手啊 三张红桃的排面 Nate可能 我觉得可能不会停止自己的脚步 是两千七 Nate直接打出了一千六 毫无疑问 Nate这一枪将彻底点燃这张牌桌的战火 Connor完全没有预感到危险 谁能想到圈嗨的天同花竟然都不够大 Nate在思考自己是否要加注 是不是有飞羊已经上钩了 可以打了呀 已经是一个bat一个call了 至少有一个人 肯定是走不了的 那个还是一个平call 和牌 我觉得Connor可能还会再来上一千 尤其和牌不掉红桃的情况下 不对 或许都轮不到Connor 可能Nate就会动啊 Nate如果当两个对手 全部是单张红桃来处理的话 那么Nate很有可能还会再打上一枪 哎呀 这手牌怎么搞成这样啊 Nate如果下注的话 连带着把Connor也给害了 这边视频流出了点问题啊 突然间没了声音 Nate在和牌下注4200之后 Connor直接反加到了18000 而手握着NAS的NIC 哇 这手牌爽了 300做到了19900 叫了Connor的OIN 结果已经很明显了 这手牌最终抵持大概在5万左右 恭喜NIC老板把手里的筹码整整翻了 2.5倍 音频设备出了点问题啊 包括Laurin也是在跟节目组来沟通 再来看这一手牌 笑车司机Torris 口袋10呢 装卫夹住到了200 小帅圈钩跟住 翻牌圈有点多 Nate拿到了Trip 一出530 Nate呢没有位置优势 先手过牌 Torris打60 打60 可以打60吗 可以啊 比40大就行 Nate反加到了320 别在这跟我斗闷子 有牌你就赶紧上 不要在这挑衅 ABB面啊 Torris不服 直接跟下来 转牌有圈要不要过 答案应该是不要过 哎呦一张草花啊 一张草花吧 给到Torris一个后门的铜花挺牌 三张草花了 Nate更在提速了 800左右 算是个比较重的下注了 战斗还远远没有结束啊 因为核关是Laurin 核牌总是会啊 出现点奇迹 跟住还是夹住 跟住 底时大小还是OK的 核牌如果发点什么恶心的东西出来 我觉得Nate 不会损失说太多 最终核牌是一张黑套S啊 Nate终于是躲过了一截 Nate这边稍作思考啊 选择了过牌 他希望对手可以用单张的草花啊 合牌去做一个bluff 上不上钩 应该 应该不会上钩啊 Torris毕竟 虽然说是 铜花没拿到 但是他有摊牌价值 果然是笑车司机啊 这手上他就是稳呢 好 来看本期视频的最后一手牌了 还是Torris K圈黑套做了三败 尼克拿到一对钩 位置比较差 只是选择了平空 翻牌469 超对和K同花挺牌之间的战斗 超对过牌 打不打 这牌面没有大牌 Torris完全可以下住啊 这边给到三对一个特写 三对覆掉了自己的一手4-6 Flop上Torris做了常规的下住啊 三分之一破 超对怎么操作 超对选择跟住来应对 黑套来了 Torris拿到铜花 今天一晚上铜花也好 顺子也罢呀 超级多呀 无数手牌呀 我有很多都没捡啊 因为没打起来 但是 这一晚上4个小时的直播时间 发出来十几手铜花或者顺子牌呀 确实不是个小数目呢 Torris上司机大哥呀继续下住啊 这一枪就来的比较重了 打出将近一个满池 他希望可以骗尼克老板啊 来抓自己的bluff 而我觉得尼克也会这么做的 又一个大底池即将诞生 来看盒牌 24689 这牌面说实话啊 除了三张黑桃 还真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 底池1万9 Torris手里1万4 如果Torris推出OIN的话 这很有可能啊 尼克会给对手送上一个double 因为既然转牌都不信对手有牌 盒牌在不改变太多的情况下 牌手一般会坚持自己的判断啊 刺激大哥推出OIN之后 选择了战术性下限 OK 都是你的了 随着一个48000的底池诞生 今晚的直播到这也就搞一段落了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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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